這就是我的夥伴 他的全中就是通靈跟變魔術 那變魔術給大家看 在哪裡 是 阿威 你坐下來 你會回家嗎 真的嗎 大家都看到了 怎麼會是嫁 我 我其實可以站起來 不過腳不穩 腳不穩 就在哪裡 我真的沒有告訴大家 是因為 是因為我保存給大家 師母 你覺得自己保存嗎 這件事小萱 小萱萱 大家有嘴說到沒有 妳就不是不欠生理 妳做過老三代 我現在讓妳做了一件事 把妳做的壞事 都交代給清澈 我就幫妳索 不然 我可能就要通靈 用膝架 來指認犯人 你不要嫁給我 快點... 今天的主題是復活一個人 這樣 我就跟我一邊 那邊 妳 妳...妳沒事了 我明明是不說的 就真的出事了 這公子大胎 還一定要對我無敬禮 小萱萱 小萱不再跟她的死命去救妳 妳電腦上來 把她等她回到 要給她死 這是小萱情緒跟我說的 是受害者的禁所 小萱萱 小萱萱 妳這麼聰明 妳怎麼都不懷疑 其實我還好 如果沒有 我們怎麼有一個神秘人 知道妳所有的寶寶 一直在追著妳 甚至 我怎麼會去妳的房間 那會怕妳 替我自己出一口氣 小萱萱 是妳 我不對 就是我 現在看妳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要拿妳說什麼 失禮 教我說那麼多失禮也不好 妳這個騙子 妳這個騙子 妳不拿一個騙子 小萱萱 妳利用大家對妳的動靜 一醋再醋 妳若是跟大家親親白白來往 不要對查理太香太香 我哪有希望是方式來對付妳 在妳的小萱 請蔡萱 在妳的小孩 妳若是出生 我會跟她說 她的爸爸我沒了死 妳不要再利用查理的軟心 妳節目怎麼沒有死 妳的白菜外 竟然聽我 妳還有什麼白 妳就盡量現出來 我說妳現在也比不不不 她就乖乖接受法律的責任